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我們上次拍過一個 那個詐騙的一個影片 反應還不錯 然後大家都笑得滿開心的 其實我那時候在文莫說 我在那個去年年底的時候 也買了另外一支看起來可能是詐騙的手機 一支號稱獨銷手機 然後它的廣告非常好 就是找一堆美女穿內衣 然後在那邊秀 那支手機講實在話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那支手機的本體 就是我之前在去年很大遊戲看過 它是應該是中國一支叫柔宇的廠商做的 其實還做得滿醜的 就是合起來的時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縫 但是它是真正的意義上 世界第一支的折疊手機 那那一款我本來想說它是找它代工 想不到我訂了之後 然後那個一直沒有下文 後來在PPT看到有人收到那支手機了 然後它收到是一本書 我就想說 這下可能我也凶多吉少 過沒兩天我也收到了 收到我的折疊手機 就是這一款 接下來 就為大家開 記憶一下我的獨焦手機長什麼樣子 好 直接開 那上次的那個詐騙呢 我不是上次跟他講說 一開始他願意退5塊美金對不對 我說不要 它要加碼到6塊 那後來我又回來不要 那過完年之後呢 對 他們那個也有過年家的 過完年之後 他終於回信給我了 他的極限 就是7塊錢美金 然後我也答應說好 退 為什麼 因為我廣告費已經賺到了 但是呢 我之前買了那個 那個160塊美金的到現在 他說退半個月之內下來 到現在沒有 所以應該沒有啦 我也不覺得他7塊錢會退我 我們開完呢 這個就是 獨銷手機上面的那個 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獨銷的那個照片 這是獨銷家族 對 然後他還附了一個 非常精美的 內衣模特的那個 的那個卡片給我 那其實我 我有寫信給他 難道就是我的手機嗎 然後 因為很多朋友跟我說 叫我要打開看一下 看裡面有沒有藏白粉啊 有沒有藏毒品啊 所以 我就真的 打開看一下 然後 我可以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講 裡面很純 什麼都沒有 那然後呢 其實我有寫信給他們說 我說這個東西難道 這就是摺疊手機嗎 他說不是 因為他們最近官網又更新了 他們官網更新了說他們 因為一代的手機呢 那個配合廠商做得太慢 所以他們直接要出第二代 對 大家沒聽錯要出二代 那二代是哪一支呢 就是這一支 那這支手機呢 跟三星的那個 這個Galaxy Pro 有87分項 其實它就是Galaxy Pro 它那個 正面打開來 就是平板那一面呢 它的右上角已經暴露出 它就是 Flo的 手機改的 它還煞有其事做一個 Rip Samsung的官網 就是 安息吧 三星的官網 那它這邊還豪情萬丈寫了一個 我 創造了百萬銷售的 可樂 現在我要 消滅蘋果跟三星 非常的豪情萬丈 這本書我不知道 應該是它的傳記吧 我有空慢慢看 現在呢我是寫信給它說 它會 免費的 換二代手機給我 那原則上呢 因為才一萬多塊 我傾向跟它慢慢玩 但是呢 如果你有訂這支手機的話 趕快去聯絡你的銀行 去做一個叫做 爭議消費的一個申訴 就是第一個 你要 立刻去寫信給對方 然後有一個書信網來說 為什麼這手機還沒到 然後它要回你 你要在信件裡面 非常明確說你要退貨 然後它如果回你的話 你 這些來往的信件 你看你要截圖或轉記 先把它留下來 然後轉記給那個銀行客服 你跟他說 我那個 因為看了網路上的一些 新聞報導 去買了這支手機 然後這支手機現在 被評估 非常非常可能是詐騙 然後現在寄了一本書來 那我要求要 列爭議的消費 請他看銀行能不能把 這款項退掉 那必須 我必須老實講 成功幾率到一半一半 那為什麼說一半一半呢 就因為 以國際詐騙的一個習慣來說 他其實他騙你錢 之後東西不寄出來就好 對不對 但是他不寄呢 他就沒完成一個 消費的一個流程 就是 你付錢給他 他寄東西給你的一個流程 他就沒辦法 請款他很容易被 列爭議消費 他就請不到錢 所以像這種 那種詐騙集團的東西 他們就會大部分都會寄個 名不符實 不然就差不多的 假東西給你 讓你在做 增益消費的時候 銀行大部分 大部分都不會過 像我這次用PayPal 去消費的 連PayPal 都不退我錢 大家知道PayPal 是最 最挺消費者 他還不退我這筆錢 那我可能還會 繼續看他玩什麼花樣吧 那原則上這筆錢 應該是當作不見了 如果你也是 跟我一樣買了這本書的話 記得趕快去做 一個增益性消費的申訴 那這個獨角手機 他其實非常好玩 就是說 一般來講的那個 詐騙的網站 他就是可能 直接 到人家的圖 然後就直接寫一個 新的文案 直接騙你 那這個 那個獨銷手機 我必須認真老實講 它是我看過近年來 最有誠意的一個詐騙 為什麼呢 他不但 那個找一大堆model 去拍這個影片 他甚至 那個為了拍那個二代的影片 他還買了一支Flo 去把它砸爛 一樣 而且還請了一堆辣妹 拍好幾支 認真來講 他也是算蠻重本的 所以 認真說我是覺得 詐騙集團 他們也是有在精進他們的 詐騙技巧 那個 如果你被騙 你也不要說 很丟臉 我覺得 以他們來說 他這真的蠻有誠意的 不過這件事情我覺得 比較奇怪就是說 以 毒銷這種生態來講 他們其實 很重視家族的名譽 那 他竟然敢用他的家族名稱 出手機 然後又搞這一套 我一直很懷疑說 這個東西到底 是不是他們家族 還是這個家族本身是受害者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種可能是 因為他們發現了 那麼詐騙 比賣毒品好賺 這樣子說不定 還是老話一句啊 就網路上太便宜的東西 不要買 然後那個一夜社網站 東西不要買 如果你真的看到一個東西 你也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建議你 你去 微Google 然後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正常賣家 在賣的東西 不要去買 臉書上廣告的東西 你願意去找個正常賣家 去找PC Home 去找Momo 去甚至你找露天 都比這些都還要有保障一點 那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記得千萬不要買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